《枝子水晶时代》第三阶段 音乐创造力考核 马上就要开始了 二十五位选手 都准备好了自己的作品 但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接受 我们六位新推官的平行 在进行第三阶段小考核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来公布一下 第二阶段的点赞排名情况 点赞加权分为两个部分 以水晶把第一名选手的点赞数 做基准 大考核现场点赞 第一至九名的选手 会分别获得该基准的 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一的加权 另外每一阶段 微博明媚加油榜前三的选手 可额外获得不同梯度点赞加权 并直接记录 《明日之子水晶榜》 只有排名前十四位的选手 可以继续站在 《明日之子》的舞台上 天哪 排名十五到二十五名的选手 迎接你们的到来 短短的时间里 《水晶女孩们》 却走完了一段漫长的旅程 再一次站在了分岔路口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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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维吉前往放榜区 领取你的成绩单 并确认成绩 维吉肯定进来了 二十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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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长大了 有没有 恭喜VG 你的总排名为第五名 好中间 正中间 你觉得第一会是谁 白兔 白兔人气很旺 白兔人气很高的 白兔人气很高的 白兔张玉琪 洪一诺 叶宇涵或者苏北北 坐在那儿 我也不敢跟新推官们说啥 我自己坐那儿 你不知道我有多尴尬 请大牛前往放榜区 领取你的成绩单 并确认成绩 我以为我拿了第一以后 我会飞升上线 大牛 恭喜 恭喜 我们看一下你做的第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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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真是的 恭喜 恭喜 大牛 你的总排名为第十二名 这怎么是十二 它是第一名的 他怎么会再十二名 它有没有加上上次的加权 有 有 我说得了第一还12名 是从我这个12名 然后往上发现了 出现了断层 你知道吗 加150多 120万 你看那些前面那些 从600多 我才170 人家的从390多万开始 我加了那个加成 才290多万 看来场外的点赞数 也极其关键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点赞 希望能唱更多的歌给大家 请李泽龙前往放榜区 领取你的成绩单 我觉得李泽龙也没问题的 请冯熙瑶前往放榜区 领取你的成绩单 并确认成绩 他应该是前三 前三吧 请叶宇涵前往放榜区 领取你的成绩单 第六吧 第六啊 七 请妙吉君前往放榜区 领取你的成绩单 领取 妙吉君是用长线来看的 他是慢热情的 对 不喜欢你小孩 你觉得呢 我觉得血 但我不会哭了 因为我的眼泪 有泪不轻弹了 不好意思 恭喜冯熙瑶 恭喜李泽龙你的总排名为第十名 恭喜冯熙瑶你的总排名为第四名 挺感动的就是很多人每天都在这种点赞呢 觉得我的身后是有力量的 恭喜叶宇涵你的总排名为第六名 这是会觉得我已经得到了一些人的 频率上的东西了 我很感谢他们愿意真正地看向我 而不是只是看着我 谢谢你们的点赞 让我待这么长时间 然后有一段特别不一样的经历 你将暂时离开 你日之子的舞台 哎呦 妈呀 这也太太远了 你将暂时离开 你日之子的舞台 抱一下 抱一下 在哪儿呢 我 在哪儿呢 小孩 在哪儿呢 小孩 愿意决定 老师好 哎 宝贝 真的 我特别喜欢你 你会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长得还漂亮 抱抱 抱抱 老子 你本来没事的 你们干嘛呀 别人很帅 你都 我出来一直让到笑 你干嘛 一样出来 你哭 他就要 Borbei 你不会哭吗 你们知道她最后的那一句吗 她唱什么 她唱那个 她的后面的那一句是 我爱你们 但是你们没有机会今后 你其实是怎么干嘛 半分钟之前才刚说有泪不轻弹 但我不会哭了 因为我的眼泪有泪不轻弹了 你现在开始没了 请吉阳柳前往放榜区 领取你的成绩单 吉阳柳啊 吉阳柳玄 不论结果如何 都要好看的 她还拐个弯吗 她还拐个弯走吗 照一下镜子 看到信封的时候 其实是特别的紧张 害怕会走 但是心里还是会想着 我们的那个排名 好沉重啊 这个要打开 我觉得有点难 你们帮我看吗